大家好,欢迎收听《静恒报》的节目 近年有不少的西方传媒现在已经可谓去到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就是为了极力抹黑中国真的什么题材都可以写得出 不过很不幸的就是有时有些传媒作故事就作到似层层这样 而且是影响着不少的人 尤其是在YouTube上所出现的一些外国游客去到中国的视频 有不少的视频的浏览量都颇为高 而正因为这个原因也受到不少的西方传媒拿来大造文章 就说这些游客可能是收了中共钱的 更加因为这样而成为中国政府的宣传一部分 那么我今次就想带大家看看西人传媒究竟是怎样写衰外国游客 这篇文章就是今天于《纽约时报》发布的 他一开手就特别提到现在无论是YouTube或Instagram的平台 你都会偶尔见到去中国旅行的影片 其中有一名美国人还拍了4小时那么长的视频 内容就讲述他在上海吃生煎包、坐高铁 还有更加有英国人大赞在新疆的风土民情 而且有不少的视频往往的浏览量都颇为高 话风一转就说YouTube和Instagram这两个平台就在中国被感 于是乎就有中国的用户就从YouTube和Instagram 将这些视频下载下来并且放到国内的视频平台上 使得有部分的外国、来华、旅客在中国都获得不少的关注 而其中有部分的游客更加有中国的传媒采访过 我认为这一段的敘述都不是说错得了 事实上在中国的确你不能够随意浏览到YouTube和Instagram 原因就是你两家公司不肯遵守中国的法律 所以才不能够直接浏览 但其实有不少内地人都经常翻墙看YouTube和Instagram 加上也有不少的有心人很喜欢把YouTube和Instagram的视频 放到国内的社交媒体平台上 但是它当中就经常被西方媒体所描绘成中国政府打压言论自由 所以这些平台就被禁 这个从来都是冤枉着中国的 因为这些平台不肯遵守中国法律 那就不可以在中国里经营 就这么简单而已 之后下一段就这样说 中国就曾经因为新管 搞到要闭关锁国长达三年 而这些旅游影片也都反映出 外国游客重返中国的趋势 加上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免签证政策 也都吸引了更多的游客 所以有不少人也都借着这些机会 当他们在中国旅行的时候 也都有拍下一些所见所闻的 并且分享在他们的视频平台上 好了,接着那段写得很差 他是这样写的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 这些影片不单只能刺激经济 更加给到中国政府 提供了反击西方反华言论的机会 近年来中国也鼓励 国人将外国人视为潜在耕叠 扩大政府监控 驱逐或逮捕国内媒体 或者外媒工作的记者 但是政府就拿这些西人 来到制作轻松愉快的旅游影片 在这一段农移就是 完完全全就出自于一种阴谋 为这些外国人去到中国自己拍视频 这是他们的自由来的 那这些个人的视频放在YouTube 放在Instagram 也是拍视频的人自己的决定 这个也不是中国政府可以控制的 但是这一段就摆明就是暗示 这些由中国的视频 其实就是获得中国政府在背后鼓励 接着还说到中国人 个个都会认为外国人是间谍来的 继而又说到扩大了政府监控 这个根本完完全全就没这一回事 事实上也是曾经有外国媒体工作的记者被驱逐 因为他们都是犯了一些事情 但是这篇文章 就将一单半单被中国政府驱逐的外国记者 而写成是大肆地驱逐、拘捕 这就是将一小写的事放大来看 那中国政府又有没有鼓励国人 要将所有外国人视之为潜在间谍 如果有的话 中国就不会见到有外国人出现 从这一段 我们更加可以推断得到 写这篇文章的人是多么迂腐 跟着这一段是这样写的 有些海外来中国旅游的人 为了迎合中国官方的说法 例如这个标题是这样的 媒体在报道中国上 对所有人说大话 问号我们来看看真相 又或者如果你只看西方媒体 这里就是最具争议的地区之一 我认为写出这些标题是无口非的 因为你拍视频 你自自然而想引人来看的 一个较有争议的标题 来吸引人去看 其实这个现象是很正常的 但是这个纽约时报 就这样来批评 说到底 发布这些媒体的人 都只不过是一些个人 就并不是一个团体来的 另外跟着也批评 有些的西方游客去到中国 大家称赞 尤其是去到新疆 猛禁赞新疆的东西好吃 维吾尔族人生活非常之好 我自己也都看过部分 这些西方游客去中国旅游的视频 那我再看回这些视频底下的留言 基本上都是很正面的 但始终都会有一些 很迂腐的留言 在这些视频上的 例如 就问那个博主 也就是拍视频的那个人 问他 你是不是收了中国政府钱 你今次去这里旅行 收了多少钱 问这些问题 一个二个都是这样问 我有时候见到 都不知道很生气还是好笑 你只能够见到 有相当大部分的人 都是很无知的 有什么可能 会由中国政府 出钱给一个人 然后给他自己任用 和给他自己乱拍视频 西方媒体 如今 变得越来越多人相信 这个也是你们这些西方媒体 那个经营手法 实在太恶劣了 极力抹黑中国 其实我个人认为 你要批评中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见到 西方的媒体 当他们讲及中国的时候 往往就好像炒冷饭一样 将过往曾经有争议的话题 就拌进去 继续再生成出一篇新的文章 为这种这样的做新闻的手法 不单止是极为恶劣 更加是极之可耻 你要批评不是说不行 但是你必须要基于事实才行 完全全全都不是基于事实的 现在还要将矛头指向这些开开心心在中国旅行 然后将他们在中国所见所闻 拍成视频摆上自己的社交媒体 都会被《纽约时报》这些大部大做文章 接着那段写得更加坏 说这些视频出现 也反映出 愈来愈多人关注地缘政治 并且直戏这些视频 说就说宣称是带大家看到真实的中国 但是这些视频很多时候都是以片概全的 这个也是一个国家不尊重个人自主权利的表现 哇你这么写都可以 你这个《纽约时报》到现在都不收拾呢 我觉得真是很无天理的 人家自己拍视频而已 都可以拉来写成这样的 还要讲到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如果中国政府是不尊重个人权利的话 个个都要听命上级来做事的话 那中国就是一个很死板的国家了 你不会看到有百花齐放的精神面貌 所以他这一段也一样是说不通的 之后也批评一些中国媒体 来访问部分较为知名的游客 中国媒体访问这些游客又有什么问题呢? 我就很想问了 事实上你们以个人罪事方式的视频 的而且可以以一种较为生动的方式 来反击你们这些西方媒体 经常就是穿坐附会 示意抹黑中国的方言 例如新疆存在着严重的人权问题 但是很多人去到新疆亲身感受过 见过 看过 你就知道这些西方媒体长期以来 素造出一个极为恶劣的形象 但当你一知道 那个真实原来不是这样的 你就感受得到西方媒体的可恥之处了 一种这样的方式 例如做新闻 你不是提供真相的 所以才使得现在 在社会上越来越多人 不相信自己国家的媒体 尤其是在西方国家最为严重的 所以主流媒体的失德 也导致更多的阴谋论 变得更容易散播 但是有时这些阴谋论 是会对社会造成危险的 但为什么阴谋论可以在社会 那么容易散播 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不能够知道真实是怎么样 或者没有办法去印证得到 经常就信信很多主流媒体所提供的资讯 又或者一些特定的聚事角度 但是这种方式是惊不起考验 一般人被骗一次被骗两次 第三次便不信你 不信你 但是你都要找另一个角度来看 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 介义就可能会信一些阴谋论 所以主流传媒的堕落 也是带动着西方社会的堕落 不过如今好就幸好 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 在一个互联互通的时代 很多时候更为接近真实的角度或者声音 已经比以往更容易传播开去 其实很多人都不会太过关心政治或者宗教这些 更为沉重的事情 很多时候人只不过就想看一些自己未见过的东西 感受一些自己过往未感受过的事情 又或者去尝试一些自己以前未尝试过的食物 旅游的目的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的 而这些人将他们旅游的经历拍成视频 放上youtube 反映成为这些西方媒体带造文章的材料 跟着之后这篇文章里面 就做一个总结的就是 就说到这些这样的视频 通常都是以一个以篇概全的方式 我就很想问 这些是个人的视频 怎样以篇概全呢? 人家也不是做传媒的 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 那都可以被批评为以篇概全 接着就引述一些案例 例如较早前一名被释放的澳洲籍记者 盛雷他在中国判处了三年的有期徒刑 原因就是他犯了危害国家安全罪名 如今他已经刑满释放 并且五年内不得回中国 盛雷这个人本来就在CGTN工作 但就是因为泄露了一些机密文件 即便被判刑三年 但如今这个人回到澳洲 也都成为一个极力反对中国政府的澳洲传媒人 而且如今他也经常被各媒体所引用的一个事例 就是告诉人 中国政府是会打压人权为一件案 而这个人盛雷更加是正确确凿被判刑 现在已经刑满释放 还要说到自己是无辜 我就很想问一下这个盛雷这个人 三年来你坐监是没有反省过的 就是将这些一两单的负面的新闻 重复地又重复地在媒体上大造文章 而且亦都被多次引用 那为什么这些负面新闻被重复又重复地引用呢 相信或多或少 就是也反映出这些西方媒体 已经是去到找不到什么资料可以做文章 所以就只能够继续引用一些旧文 来到这些闲稿 所以在我眼中如今曾经都颇为知名的《纽约时报》 其实它已经是和《大纪元时报》没什么分别 但我有时也都需要看的 就是原因主要是想看一些西方发生的事情 但每次当我见到这些西方媒体如何写衰中国 我就觉得好气馁、好累 往往就是老调重弹 连写线稿都没有些创意 还有就是越多被我见到这些线稿 我就觉得中国就做得非常之对的 万一这些这样的烂鬼闲稿 充值着中国的互联网 分分钟真的会造成社会分化的可能 好,今节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为止 下节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话题